救護車接火報案 火速抵達現場 熱血的警軍們早就在一旁等候 趕快跟救護人員暴露 由婦人被狗咬 大量出血 上半身幾乎都包著紗布 傷勢非常嚴重 包括頭部手腳都縫好幾針 最慘的是連脖子也被咬 插三公分就傷到頸動脈 回憶當時過程 心有遺跡 事發在新北市屋來環山路 其實最張信富人 一如往常餵鄰居帶的狗 結果遭到攻擊 只要陌生人出現馬上吠叫拍攝更不能靠太近 這隻咬人的狗屬於高砂犬就是俗稱的台灣土狗 習性凶悍耐力夠辨識力強 具有地獄性又重心 被狗咬傷在這個位置要特別小心 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大出血會有一些危險 因為動物的牙齒包含狗貓 或者是其他野生動物甚至人類 牠的嘴巴都是非常髒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細菌 被動物咬傷口水跟牙齒細菌多 最怕感染 老婦人恐怕萬萬沒想到自己好心被狗欽 靜新聞就是洪志華 在我咯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